大家好,我是小红 真心爱你的女人会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交给你 甘愿和你一起走入未来 而不爱你的女人则会爱得保留 甚至对你有很多提防 女人若是爱得不深 或者只是把你当成备胎 她对你并会有很强的戒备心理 会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此女人对你不是真爱 她就舍不得付出 除了向你索取以外 她不会把自己的东西给你 连分享都不可能 男人和女人交往时还是要了解清楚 如果发现女人爱得太保留 最好别轻易动心 避免后悔 现实中有很多男人看不透女人的心思 不能碰到女人的真心 以至于错付了爱情 得不偿失 其实想知道女人是不是真心爱你 也不是那么难 关键看她是否愿意付出 一般来说 一个女人付出真心以后 她都会甘愿给你三样东西 如果她没有给过你这些东西 说明不是真心 而是假爱 一 肯为你花时间 让你感受到温暖 有人说 时间对于女人来说很贵 她们只会把时间 用在喜欢的男人身上 这话不假 真心爱你的女人 可为你花时间 只要你需要 她就会来陪你 在生活中 她会顾及你的感受 也会满足你的需求 愿意和你在一起 即使两个人很无聊 她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爱你 她什么都愿意 而且就算在你面前 她感受不到浪漫 或者觉得你的生活很单调 她也不会介意 女人真心爱你 她就会接受你的一切 哪怕心里有些失落 她也会顾及你的自尊 不会当面说出来 事实上 当一个女人真正动情以后 她内心就很渴望跟你在一起 不管未来如何 她都愿意陪在你身边 她愿意跟你聊天 会接受你的约会 而且会花很多时间和心思 去研究你的兴趣爱好 在她心里 会渴望深入了解你 以便于和你有进一步发展 相反 如果女人不爱你 她根本就不会顾及你的感受 更不会把时间 花在你身上 她宁可和闺蜜出去 也不愿意跟你交往 她的时间对你来说 会很贵 让你一点都得不到 这样的女人 基本上是假爱 即使她还在和你交往 可能也是把你当成备胎 她没有离开你 只不过还没有遇到 比你更好的男人 如果有一天 她遇到了更好的男人 她会马上离开你 绝不会拖你带水 在她心里 根本就不会有你的地位 她也不可能会想起你 只有真正爱你的女人 才会对你牵肠挂肚 时刻想和你在一起 所以男人要懂得 区分女人的真心和假爱 女人再忙 也会抽时间来陪你 肯为你花时间 这就是真心的表现 而假装爱你的女人 在你需要她的时候 通常都会没时间 她们会刻意地躲避 二 肯给你物质 不会让你一直付出 老话说 来而不往非离也 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 她一定会懂得这一点 当你为她付出很多物质以后 她一定会回馈给你相应的物质 她不会让你一直付出 更不会消耗你的感情和钱财 而是做到有来有往 让你也能感受到她的真心 比如在恋爱中 男人给女人送了很多礼物 还经常地发红包 如果女人同样爱你 她一定也会给你准备一些礼物 不会每次都让你破费 而不爱你的女人 只是一味地向你索取 如果没有收到你的礼物 还会怪你说你不爱她 甚至还有些女人 总想让你给她发红包 如果钱发得不多 她也不高兴 但她从来没有给你发过红包 因此男人想看女人是不是真心 从物质方面是可以看出来的 珍爱你的女人 不仅不会向你索要物质和钱财 相反 她还会主动地给你物质 让你体会到她对你浓浓的爱意 只有那些不爱你 却有消耗你的女人 才会向你索取 不断地向你索要钱财和物质 要各种各样的礼物 她们不会离开你 但也不会爱你 只是消耗你来满足她们的虚荣 等到她们觉得你没有价值了 她们就会无情地甩掉你 再重新找别的男人 但是真正爱你的女人 永远都不会这么做 她们舍不得让你破费 更不会玩弄你的感情 所以男人 在和女人谈情说爱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女人的真心 一个肯给你物质的女人 能和你谈未来并共同付出的女人 无疑是真爱了 三 肯交付自己 渴望和你结婚 我们知道 婚姻对女人的重要性 若不是真爱 她便不会交付自己 更不会跟你结婚 一旦女人肯嫁给你 说明她把自己的一生都交付给你了 在往后的生活中 她会和你一起努力 共创幸福的未来 这样的女人会毫无保留地爱你 为你献出一切 她们对你有充分的信任 也有更大的期待 在她们心里 能和你一起走入婚姻 过两个人的小日子 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相反 如果女人不是真心爱你 她是不可能和你谈婚乱嫁的 不会把一生都耗在你身上 当你需要得到她的时候 她还会提很多的条件 甚至让你负担不起 说到底 不爱你的女人 你想碰她的身体 都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 不达到她的要求 她便不会多看你一眼 比如朋友小林 她和男朋友恋爱以后 一切都为了男朋友着想 还早已在心里计划着结婚了 尤其是当她看到男朋友正在存钱买房 心里有结婚的计划时 她也改变了 以前她的消费很高 最喜欢和闺蜜出去购物 看中一套裙子 不管多贵 她都会立刻买下来 但是和男朋友在一起以后 她没有再这样的高消费了 每次闺蜜喊她出去 她都说没空 用各种借口推掉了 而且恋爱一年以后 男朋友提出住在一起 小林也没有介意 而是欣然接受了男朋友的要求 她肯交付自己 肯让男朋友对她有更亲密的举动 说明她是真的把男朋友挨到骨子里了 所以男人要明白 一个女人若是肯把自己交付给你 说明她真的渴望跟你相伴一生 她愿意和你结婚 愿意和你一起创造生活 这就是女人真心爱你的表现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里 有句话这样写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个小镇 共享无尽的黄昏 和绵绵不绝的终生 一个女人对你付出真心以后 必定是抱着和你共赴未来的想法去交往的 她们爱的专一 可温和你结婚 彼此相知相伴 过平静的生活 而假装爱你的女人 不甘心过平淡的生活 有太多的心思 她们并不会付出真心 也给不了你以上三样东西 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交往 男人想知道女人是否对你真心 不妨对照以上三点 遇到真爱的女人记得真心 而对假爱的女人也要及时止损 人这一生不短不长 谈一场以结婚为目的的爱情 才不负时光的赠予 唯一男女都能遇到一生的良人 执子之寿 鱼子 邪朗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